土耳其又一座教堂改建为清真寺 继土耳其将圣索菲亚大教堂变为清真寺这一争议事件发生后的一个月 第二座历史悠久的教堂也将变为穆斯林的礼拜场所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又被称为卡里耶博物馆的中世纪封格科拉圣旧主教堂将在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的命令下改建为清真寺 这座教堂建于公元四世纪军士坦丁大帝的统治之下 希腊外交部指责埃尔多安再次对基督教世界遗产进行惨无人道的侮辱 土耳其反对党的议员加洛佩兰表示 将这座教堂改建为清真寺是我们国家的一份耻辱 祝福